大家好我是黑童谷歌 欢迎观看我们这一期的战神猪神黄昏的游戏视频解说 现在游戏要进入到了第一个最超级精彩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看 等于转大了工作了就知道了 他的混沌刃和斧子都挂在这里 这是以前跟这个巴德尔作战打出了窟窿 以前的痕迹还都在 这边还有一道门 米米尔天天就在这坐着看书 看的啥 白纸 假装自己很努力的样子 这不是跟前作结尾的时候一样吗 我靠镜头都一样 预言成真 啊梦想成真了 这个锤子一亮就表明身份了 我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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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直接开打 你会不得找到我良好的伙伴 呃 我肯定会找到很多话要说 猪猪 阿特若斯进去搬桌子 这一幕有点意思 旁边刚还飞进来这两只乌鸦 不会是奥丁的吧 你似乎是一个平静的 和平静的人 是吗 一个平静的和平静的人 好家伙 好热闹啊 奥丁都来了 这主演应该是奥丁吧 你认识谁我认识 你认识谁我认识 前几个冬天 有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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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认识我们都会有更好的解释 对谁我们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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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没有用 但宝贝 他有价值 他是我的最好的解释 我的关键 对 他的心是不错的 但他有用的 他现在是不错的 你接着我吗 你居然有死 你又不玩了 你想什么 呵 如何問世 如何是世快 凱和 死神的 被述的 人高的努力 如何猜 tal 我们だけ不减肚 如何在家 打开你 找 没有 quarrel 跟我 我和你 我会有任何人 当然那一位 那一位 他要去避免他的追求 是的 我们知道你去避免 停它 老套路是死的 他死的 明白 那就是它 我们是固定的 我会尽量你 我会让你保持 你保持 我认为你拗 我认为你拗了 那是 我认为你在这里 有个小伙伴 你小伙伴 小伙伴 为什么我们不相信 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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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有什么 我的老伙伴 他失败 如果他说你 乌子 他是骗子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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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我认为你能信 我会认为你 我会计算 你的账 和我的老伙伴 会认为我 会认为你 要有雁 把你 拉脱 立刻 大脑 保持 那是真的 真的 很喜欢 你不想,是嗎?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沒有 可是,神仙許過的諾言見得多了,沒有一個兌現的 不過對奧丁而言,自從他獲得了智慧之權以後就變得老奸巨華 好傢伙,黃點又碎了 好傢伙,齊爾的神殿 這不是那個誰他們工坊門口嗎? 那是個兌現的 現在告訴我這個神殿我聽到太多了 怎麼你曾經是個神殿的王 You insult me holding back like this I did not seek that fight with your brother I don't care 你认识我的故事 The Ghost of Sparda thing is Yeah It's all that I'm capable of Shane Now we gotta fight I'm gonna die But I'm not even worried I'm not even worried This body is moreivamente 那是玛丽 那是玛丽 臭臭你臭臭臭 如果你不打敗,你不打敗,你不打敗,对吗? 你最初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得了 不得了 我的兒子死了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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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你來這裡 成為爸爸 成為一個清潔 那這不太好 你是一個破壞 像我 沒有 我說 當我們死了 我不會離開 直到我看到真實 上去 上去 太害怕 把你的臉損壞 去 去 去 不要 保持 瞭 你应该比较少于这些 这就是由 Moody 你把他放在最后 甚至在死 你到底說什麼? Modi saw not in fear of you 他死了在你給他 你給了他 我們有個模特兒 這感覺很熟 什麼? 沒問題 讓我看他們 讓我看他們 我可以給你一句話 我可以給你一句話 我願意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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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始了 我會結束 我會結束 我的胡亨 我會結束 我會說什麼 我會結束 你真是神一彈 這神的神殺死了 他們突然被當成的 在他的感覺 这就是个国际的国际 over Cla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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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man This is a man who faces down Seagram's Valkyrie Queen Let the god of war out!Let me see him! 你去哪里的爱情? 我看你为什么我的弟弟会与你 你也不想看你 我看你为什么我的弟弟 你也不想看你 我看你为什么我的弟弟 我看你为什么我的弟弟 你不想看你 你父母的父母 有一个传统的传统 你不想看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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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簡單啊 懂得适可而止 虽然这样就当做血债还清了 看这个传说里面他会记录一些敌人 然后友人的这些 这个记录 但是这个记录呢是以这个 奎爷的视角他自己写下的 比如说他这里对索尔的评价 就是和巴德尔相比的话 这个巴德尔是疯狂的 但是呢索尔的战斗是很冷静 他渴望的是战斗本身而不是战斗 所带来的痛苦 他的权力攻击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强大 索尔之锤 因为密尔尼尔只会加强他的力量 每一击都 裹挟着两者一起造成的死亡和毁灭 他选择提前结束了我们的战斗 没有决出胜负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好事 啊 索尔在这个北欧神话里面是最强占领 是可以与这个就单说战斗力方面的话是以奥丁旗鼓相当的 也可以抗衡的那种程度 雷神就是密尔尼尔 雷神之锤也是这兄弟俩打造的 奥丁和阿特罗斯还留在那边呢 不知道他们那边是个啥情况 赶紧回去 好 一句最终的 小小子 如果你有云丁在你的门 我认为你的保护是坏的 一旦你追尽 Odin 你还有另一位置 要挡你的头今天 我说不说那些话 我将不要避免我的家 对吗 那什么让你逃不着人的 这个右摇杆有一点飘移 我看有没有调整这个 叫什么 死轴的 好像没有 这有个疑问啊 就是 你看 其实从各方面来说的话 从巴德尔死后到现在 其实已经过了有个几年 阿特罗斯也长大了 但是这个奥丁寻找 让我们偿还血债什么什么 他说是为了这个巴德尔 还有这个索尔的两个儿子 来讨血债 还是什么这个谈判这些事情 隔了这么多年了才来找 他当时怎么不来 就很奇怪 那就结合最近发生的事情 一个是这个印记破坏了 但印记破坏这种事情 感觉好像还经常发生的样子 因为这个好像 阿特罗斯恢复印记也很熟练了 再有个最近发生的还是什么事情 阿特罗斯似乎有去找齐尔 在寻找齐尔 刚才之前这个奥丁也说到了这个事情 还有个事情 就是我们结合我们前面已经知道的 就是说这个芬里尔这个狼 在原本的北欧神话当中 他的预言是说 预言当中说这个芬里尔会杀死奥丁 是不是这个里头也有这个预言 然后呢 这个奥丁就是等着这个狼不在了 死了之后 他就来了 只是我的猜测 只是我的猜测啊 我只是想要看你 我只是想要看你 你很害怕吗 你很害怕吗 什么他想要? 他要赔了屁股 然后他邀请我到 Asgard 爹爹? 我还没听到你一旦你去外面 我告诉他不 明显 正常 很好 為什麼我們找到Tia? 如果我告訴你我找到她 你會說不去 所以你聽到真實 從我 我想要告訴你 我真的做了 但現在你知道 有什麼事情你應該看 不 就相信我 你會想要 相信 你已經破了我的信心 那就讓我重新 讓我展示你 讓我告訴你 除了 我們沒有看到Odin 或Thor 而且明顯然他們只能走進 走進去 在我們的家 每一個人都想 只有一個方法 讓他們離開我們 在我們的家 我認為我知道 如何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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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会有个初始装备的选择 一个是最原本的生存护肩防御率是最弱的 然后另外两个呢 一个是注重防御 一个是注重攻击 选哪个都没关系 后面我们都会换装备的 其实在最高难度下的话 这两个就是差别 就是这个应该叫什么 草纸和侧纸的差别 就一个纸擦的可能会 擦的会比较疼 一个擦的可能没那么疼 但是反正都是擦 然后武器的伏柄 还有这个是属性指南 这个我们已经很熟了 就不用多看了 刀柄现在还不能换 斯巴拉之弩 等我们有了3000经验的时候 就可以来升个几 不过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技能 可以先升 等会再能升 我们有了混沌之刃 战术方面会强很多 一下子打法就会不一样 就拿了个啥 我先有一点经验 我们来升下级 建议优先升这个远程当中的这个许伯李温之父 这个呢升级之后是长按而一会撞向敌人 但是呢他同时说了另外一种操作就是在浮空的敌人的时候使用这招的话会大力的击落拉到地面 这样其实这个其实是伤害目前甚至到后期都属于伤害很高的技能 而且他出手很快 但是呢要一定技巧的技能需要先把敌人打至空 然后呢再把它拉下来 如果说是只是点按的话 他只是一把刀拉住 如果说两把刀的话动作稍微慢一点 但是威力会非常的大 还有一个要知道的混沌人的招式就是 你们知道现在这个 最后两下的威力是非常大的 最后尤其是最后一下你前面 这五下非常大 这个摇板飘移的有点厉害 如果想快速放出这招的话 可以先两下中击 然后再开始轻击 这样子 就可以很快的放出这招 而且你可以看这个视角做得非常好 最后两下攻击的时候 视角会拉远 方便玩家看清 因为范围非常大嘛 让我们知道能够打中的都是谁 现在移动的速度也比前作要快多了 跑起来也要快多了 这是那些绿读者怎么就死在这儿 好像中了什么陷阱 好像中了什么陷阱一样 得定找一条 这些敌人是双动的 很难打 我们就多用混沌刃 也算是一个学习的阶段 好像被什么触手给拖走 这个家伙是活的 这招威力非常大 非常的好用 这边现在过不去 现在还没有什么收集冤斧 但是有很多可以打的东西 这个忘了 刚刚本来要说 这些敌人 他是有的时候死后 会身上像这种爆气一样的 但是会产生冰冻伤害 冰冻伤害 而且非常高 所以算是一种陷阱 靠近的时候就 等他先那个什么 先变了之后 地形杀还是那么好用 因为最高难度下的话 很多敌人是会 不尽快杀死 他会魔化 这边要过去的话 有一个类似于 先从这钻过去 还没有到那个机关 这招非常好用 但是只能打单独的 人一多就不行 人一多还是要混战 范围攻击和定墙 或者说是打出场地外 或者说是尽快地对他背后 造成这个眩晕伤害 战神这个游戏 新战神里面就是要 眼中要把场景当中的 所有的东西 当作武器来利用 阿特洛斯觉得找到奇亚就会 改变现状还是怎么的 这边会是个难点 会有很多敌 这里要用到Hit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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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後你爸爸 別壞壞 没准备好 这玩意有点难 这个地方敌人会特别多 如果没有利用好刚才的柱子的话 就会很难打 而且妖怪那么快速消灭 下去 这玩意有什么事 这玩意有什么事 下球你 就是 是这样的 就是他等级比我们高一级的话 就变得不可击飞了 但是呢 混沌之刃的 最后一下 就是轻击最后一下 这一下还是有击飞效果的 所以利用好这一下 可以把那些敌人打飞 这些东西是什么 这些东西是什么 但是有些新的恐慌 只能发生了 这些东西 他在封面的 他在封面的 他那个吼叫非常的危险 会秒人 杀死东人 显然是出自掠夺者之手 东人指的是什么 好像是因为这个 芬利尔之东造成的这些人死了之后 就会变成这种 寒冰的这种 鬼怪 哦 这个先 这是一个高级 紫色血条的话 就是还能打过 但是非常强力 就无法被击飞了 彻底无法被击飞了 如果说是那种 像前作一样 骷髅级的那种 就彻底没法打 这里有点东西 这个尸骨掉下去 但是没什么东西可以捡 光下面已经捡过了 这个的话 不要让阿特尔是打那个 打这个 哦 没能迅速杀死 就会麻烦一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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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那个 会被咆哮的那个 特别烦人 他杀还特别高 有他混在其中 特别容易死 奎爷今天这个位置 被插了好几次了 好像 狱猎手 这个挺强的 我们要 打他的上面的脚 然后续一个寒冰 打出冰冻状态之后呢 用混沌刃来打 但是这个要搭配一个技能 就是 这个 混沌刃里面有一个这个 寒霜蒸发 这个呢 双刀近战攻击 对冰冻的敌人造成额外伤害 要用这个才行 冲下去 这些东西 你手挤了 就把手挤了 就保持你的腿 移动 对 好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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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战斗的时候还把我们的盾牌给破坏掉了 不能格挡了 好家伙,一堆乱七八糟的 米米尔给我表演了个爆菜名 破碎的盾牌,现在这个也没法用了 不知道能不能去找Sensury给我们修一下 妈妈给了你 Thor壤强了,但是现在 可能那些可弱们带来看它 可能...之后 因为后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方向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对 好 你记得给我们所有的支大席我们找到 告诉故事纪念 杀算计会的 人能所在历史的 那我们在哪里 掉了什么东西 影片才11 这就是影片 骗人的骗 哦 到了 曾经的那个 发经验的地方 我们先把附近能拿的东西先拿 这边还有东西 经验 都是经验 这边要先往右边拉 然后用斧子打断这棵树 然后才能再拉过去 那我们走 来吧 你看吗 好,那是新的 来吧 Atreus,等下 是的,我认为他在等待 什么这些人呢,哪里是我们的 在哪里只有巨大人看到 这些图片告诉他们的故事 但是实际上,这些故事 这些故事,这些故事 这些故事他们保存在这里 内面 你记得这个故事的Skolnhati 那些狮子 Odin捕捉了他们 因为他认为它会帮助他们控制 当Ragnarok开始了 但这不是整个故事 你看 这示范子让Skolnhati脱了 他们脱了 他们脱了 是谁放了 是这个过去或未来 关系 当你看它 我说像狮子 你看 那些狮子是安全的 在那边在Vanahar 在第一个地方 Odin似乎我认为 在那里 在那里 选择了明天和明天 古兰 古兰 直到 看 沐浪被捕了 突然 突然 Atreus 看 Hati 有什么要选择 然后他们说 Celestial Feft 是一种状态 我完全不知道谁是 但是 但是 有人来回来 救星人 然后 星人 突然 避免了 天 一百年 冬天 但是 他们追捕了一枪 然后 事情回复了 这有很多东西 跟这个 北欧神话里面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一个全新的一个故事 看 这里是 Ragnarok 你看 谁在军困 Odin 那是 Tier 如果他会在里面 Ragnarok 这意味着 他必须有很多 对 对 Ragnarok 能不能 Odin 说我 他杀了 Tier 他当时 我认识 我 我认识 如果他没有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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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我们回到如果 复 前作的时候探讨 就是说这个奥丁的做法是什么呢 像比如说他刚刚把这个狼锁住 然后还有这个提尔 他们要去救提尔 这个当然我们还不知道后面的剧情 不过之前我们聊的就是说这个奥丁 可能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让我接受诸臣黄昏会发生的这个事实 但是我可以让他延后发生 就是说他把各种关键的事情 人都把他这个控制住 也不是也不说杀死他 因为肯定按照预言是杀不死他 对抗不了但是他可以让他延后 就无限期的延后 就也是一种不会发生的预言 多么有你认识的吗 我... 我... 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我仍然能够到在 Midgard 也认为 我不知道什么是 但是它是重要的 就像这些 我 我认识的 我认识 我看了一种灰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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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没想到哪里 有些信息 在其他图里面 我们提到 黑烈的 灰烈 死的地 但我们也不能够解释 我们 要發怒 但是要控制住 但是這個壁感覺 當然可以講解av刀 要不說話 在本土中的王子 但是它咻碎 Extens chapter 應該是在牠們 少許 上山怪的慕音 好啦 拔個屁股 應該是一種優惠的 他們的心有令 花絲 還有唇 所以 現在 什麼事 现在还回得去吗 这是一个可以破坏的地板,我们需要从高处砸向它 像这样 破坏,有好东西拿 这边是我们刚上来的地方 这还有一个 好了,我们走 这边没东西了 前面这个空旷的地方看起来又是有战斗 这不是我的第一次 兄弟,没关系 没关系 打这玩意要空手 找着他的攻击间隙 经常会有一些露出后背的这种机会 打他空手效果会更好 虽然说是一个精英怪 他这个都是点击里面都是有对些 对这些敌人还是怪兽啊 什么什么会有记录 应该是图鉴 对 这个叫什么掠夺者首领 讲他们现在选拔出来的战士越来越那个什么了 选拔的方式越来越那个什么了 严酷 但是选出来的人也更强大 因为环境越来越恶劣了 我会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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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担心他 他会和他年轻 同意了 我陪你去 但是要注意安全 撞 你最喜歡的鴨子可以幫你 我們仍然是你的最喜歡的鴨子 你仍然是我們知道的 我仍然是我們知道的 我會拿 你之後 我仍然是我的朋友 喔 這邊我算完成了 我最喜歡的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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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看過任何人 Gratos 後來的鴨子事件 我們想要做一些空間 你能夠找到你的接下來的動作 差不多了 這裏 你能夠看到 我們在這裏 中間的空間 這裏不太多 但是這裏是 的鴨子 的鴨子 的眼睛 你真的不能把眼光 看到的 黑色的空間 這裏是 很驚訝的 我們有想要跟你說話 其實 很驚訝 這裏 底下可以看到有一個龍 然後看起來他在 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但是呢 在世界樹上爬著的龍 會其實會想到有一個 叫做這個 北歐神話裡面 應該是毒龍 一個叫尼德霍格 是叫尼德霍格 他是啃世界樹的 然後他把樹啃壞的 就徹底就是豬神黃昏了 你能探偷地殼 打破嗎 臭嗎 我看這裏 什麼 他嗎 沒問題 我都說了 他全都說了 全都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 我都留了 他 我都沒有 沒問題 全都很安全 誰說 現在的重要 我們現在 試試重新開放 回路間連續 你說 你你懂得知 是的 我只是 只 它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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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就是...它就是... 就...就是...它就是... 为...你已经开了一遍 那里有...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哦... 那些姥姥继维尽到的服务 最聪明的男生生命 那是不正确的 嘿! 不那么快 那是什么鬼在这里 这个是真的好久没见 我们现在可以装备圣神戟 先弄点别的东西 武器的话我们前面打完那个女猎手 有一些可以升级的东西 现在是有这个新的盾牌 这两个盾牌是防反机制不一样 一个是吸收敌人攻击的能量 然后弹回去 一个是弹反之后 然后再把能量打回去 但是不管是哪种 都是要连按两次防御剑 才能把这个能量释放出去 实际上这个石墙之盾防御性能要更好 但是冲能的速度相对要慢一点 不过它可以直接抵挡黄色的 发黄光的攻击 其实是守残福音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像我们这样的守残玩家就应该用守残福音的装备 然后盔甲里面 可以为阿特罗斯量身定做一个盔甲 兄弟烙印机还挺好看的 然后其他的装备的话 虽然能制作 但是我建议就材料留着 我们后面会捡到或者说是免费获得新的装备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利弥坦斧升下机 获得新的技能 打怪掉的东西 或者说是任务掉落的东西 如果要没有捡到的话 可以来这里捡 好我们这一期的时间差不多就到这了 这是厨房有烹饪吗 有烹饪元素我以为会有 各种的湖酒吧酒桶 面包 这个挂的是啤酒花 我现在认识了 这个是啤酒花 给啤酒增加风味 调出苦味和消毒用 杀菌消毒用 这应该就是作为我们自己的房间 都是仓库 然后之后这里跟Sendry互动 就可以触发剧情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不过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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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